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零万四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都同步的反台 因为美国公布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 看到放缓的迹象 这个讯息出来科技股全部都大反攻 台股今天是维持一个高档的震荡 开D之后本来一度在盘上到尾盘 因为台积电的收链又由红来翻黑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尽管大盘没涨 可是好像体感的涨幅还不错 因为台积电盘中涨到826元再创新高 那船出要启动执行长轮值的鸿海 今天也回升 有没有稍微解除这个做头的危机呢 不过最抢眼的是重电相关概念股 吓死人了 因为今天本土投股 把这个华城的目标价 再拉高到1200块 它的隐含的涨幅有接近四成之多 那今天重电四君子 华城市电 雅力 中兴电都涨停板 那低价的大铜跟东元也涨 那相关的扩散效应 会扩散到铜的概念股吗 那台北股市看回不回 第二季要不要真的勇敢的买呢 我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老肖老师说过好多次了 你不要被美国的通膨数据干扰了 因为AI第一强 AI好棒棒 AI助攻半导体的回神 台北股市依旧是非常的热闹 那相关的概念股怎么样来做琢磨呢 因为今天最强势的就是华城了 华城目标价被上修到1200 那今天直接掌停板不啰嗦 重电股在天上当飞龙 但是线蓝股也大喷发 有没有什么是地虎股准备来爆发呢 同族群相关的概念股 不只是这个重电线蓝要用 还有电动车的题材 他们有涨价跟报价的利多 会不会成为最猛的地虎 我们请老肖老师帮大家做追踪 全民ETF00940也回神了 今天要来挑战回到票面价的价位 成分股当中的亚翔再创高关不住 那相关的设备股 也是年月双阵的是旺系 旺系一样是快步的跟进 这两档个股怎么样来做追踪跟琢磨呢 可是说真的 在天上的你可能手中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现在大家还可以买的呢 护国神山法售会之前 这个设备股一起动 很多的低价的大同盟 甚至整理一阵子大同盟今天也喷出了 谁还具有续航力跟涨项呢 我们请问展哥帮大家来照一照 有没有什么新的股票可以来做留意 老实数也开花了 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景长林恩平讲 第四季会产能满载 但是股价今天开高走低 真的是上头的均线反压压力太大 怎么样来突破呢 而本益比 这个相关的委屈股 怎么样来做留意跟追踪 我们昨天讲到旅行社 昨天旅行社概念股因为 两岸春暖花开而喷发 但今天强弱就有别了 三月份旅行社业绩爆表 那熊师它的本益比很低 还有高值利率题材 加上这个周末有个大件事 春季旅展要爆到了 下个礼拜 观光股还有行情吗 邓老师追踪 我要回来 舍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今天是礼拜五 那周五效应 今天在尾盘的时候 指数有一点点压力 那中场是这个 由红翻黑 今天呢 下跌16点 收在两万零七百三十六点 那成交量是连续三天量增 尖量是四千七百八四亿元 那今天呢 这个台北股市当中 电子股跟传产股 跟强势股都有表现的机会 我们来看台积电 它是尾盘才翻黑的啦 尖盘中最高供到八百二十六块钱 再创下新高 法术会之前呢 感觉大家都在卡位 法术会的行情之外 连大同盟也都蓄势待发 难道说资本支出 真的会有比较明显的调升吗 不过重电族群在520之前呢 持续的发光 华城本土头裤海一千二 今天涨停板也带动重电四君子 跟低位阶的线蓝股啊 低价的重电股全部都一起喷发了 好 老师今天呢 我们从指数来做观察 我们说台股真的好强喔 无论线碰都不碰 或是碰一下就点上去了 大盘呢 这个今天呢没有创高 可台积电却领先的创下新高了 所以美国股市当中的PPI指数放缓 让美国股市回升 台北股市呢 今天呢也持续在高档做震荡 第一个问题就显详请教老师 OK 真的很奇怪 台积电又供到了826块钱的新高 大家都在问 不是有什么载机指数的干扰吗 那它到底现阶段的这个目标价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做评估 目前如果说你针对台积电这档标的地股 我们认为呢最主要就看860元 所以稍待呢 各位您加入Lightight 我稍待我们会把所有这些外资机构 针对相关AI概念股所做的平等 以及相关的它的营收占比 我们都有做一个列表 那各位如果加入Lightight 所有的资料内容都会放在里面 那首先我们先看左侧 就是说其实你只要看到今天加权指数 从开盘一直到收盘 你就知道台股它是完全照着剧本在走 既然它完全照着剧本在走 那你就一样画葫芦 贴着它你自然而然 在未来的操作上就很轻松 加权指数今天收20736 那各位不要忘了 今天的强弱关键是20737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它真的照着这个结构 一步一步慢慢的走 好 台北股市按照剧本走 那也要美国股市不要脱稿演出 我们看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科技股市最强的 老师怎么观察一下 美股的气氛有没有用转好的 如果单纯就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主要是大型重量级的投资银行 我们在礼拜一提到就要出去财报 所以最主要在华尔街日报就提到 大摩就大敌 昨天美股其实表现不差 为什么不差 因为科技股带动 标普带动各大指数往上做攻击 再来是由科技股的谁 由辉达 辉达带领纳斯塔克大股上涨 那唯一跌的是金融股 因为今天要公布财报 那大摩就主要就受到他们 美国联邦监管机关认为有洗钱效应 所以要测查 那测查股价就大跌 那是不是财报有出现一些 比较异常状况 那我觉得是今晚 大家马上就一翻两瞪眼 所以现阶段主要就看挥达 挥达怎么看 我们提过 挥达目前的本益比大约落在36倍 你去对比台北股市 就是说36倍以内的 那代表就是说它没有高估 OK AI相关高成长的 假设冲过36倍 那就不是说不能买 你要知道 那不叫投资 那就要交换价格 你在做操作买卖 好 挥达 目前看起来股价有回神的迹象 本益比36倍 如果AI相关概念股 有成长性低于这个位置的 可不可以做介入 我们看一下 美银力捧挥达 AI地位无人能及 那目标价喊到1100美元 那昨天大涨4% 收复9字头大关 那另外AI受惠加1的是什么 是铜相关概念股 其实老笑的时候 我们在上周就讲到铜相关概念 你说这个铜价大涨 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铜相关的族群 为什么呢 AI很耗电 加上中国需求 铜价创一年新高 那花旗说年底会冲到1万美元 本世纪第二波的牛市就来了 铜相关有谁呀 有一个是跟政策有关联的是 电线电缆股 还有铜箔基板会受惠 今天大雅公套亮灯涨停板 低进营收是年增6.2% 创始上次高 那金益鼎年增5.5% 史上第三高 金居是年减超过14% 不过有没有看到转机的回升呢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族群 来做观察 先从美股来讲好了 老师这个回答 美银说1千1 那本益比36倍左右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来调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一一帮大家做说明 我们直接就讲重点 那各位你就加入LIOT 比方说我们讲大膜 大膜就是85 它的底线 就是说这档个股只要不破大 85块代表金融股是OK的 万一跌破85 那对金融股就适度要 不要过度的乐观 再来我们看回答 就是说看相关AI的部分 回答的重点在875 目前收盘在906 不破875代表整个AI 那么没有什么结构性的变化 跌破875 那就要适度要警戒了 OK 再来我们就看美光 最强的应该落在相关的低润 这些记忆底储存制造业 它在109 目前能高达127 所以是没有结构性问题 各位你加入Lite Aid之后 你会发现到 我们把最大交易量把它标示出来 OK 这个最大的交易量 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就是多空的分野 在这个颈线之上 它就是多头 颈线以下就叫空方 那再来台北股市是不是持续看涨 目前为止它告诉你还是乐观的 比方说台积电 我们讲过 先看台积电ADR再看2330 因为台积电ADR必须维持 一路领先2330 那你针对台积电 你又可以积极乐观 反之假设2330超越台积电 那我们就要适度要小心 那我们来看ADR的部件 目前报价在147 底线在146 有最大交易量 我们看右侧连电 连电它已经告诉你 它运量要准备大涨了 也就是说它的最大交易量 那么发生在上个月的3月15号 这个价格在8.02 目前在8.18 你看很清楚 都守在8.02之上 这就是运量一个 强劲上扬的一个力道即将发生 重要的关键价位 如果看不清楚 我们可以参考 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老师来询问资料 那老师我们从恐慌指数 做一个观察 恐慌指数因为它本身 我们叫先行指标 它会领先证券市场率先反应 所以最简单的 我们要追求效率 我就先看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告诉我 股市是乐观的 那我当然就积极做多了 反之领先指标告诉我们 要小心要提访 当然就要小心提访 所以很快速看一下 领先指标一个关键 就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了 就15.85 也就是说这一整个月份 已来到目前为止 最大量发生在 儿童节的4月4号 4月4号最大交流 所产生的颈限 15.85 也就是说 记住它是反的 它是反的 它在上面 代表你要小心股市会跌 股市会跌 在下面会涨 现在正式往下贯穿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 美股表现 其实还不差 回过头来台北股市 完全照着整个剧本在走 你说敢有 绝对有 来 各位先看左车 左车是什么 是昨天 我们讲过 昨天是礼拜四 每一周最主要的 只有一天 就是星期四 不是星期一 不是星期三 不是星期五 就是礼拜四 礼拜四因为市场 有一个叫州选择权 法人不管是外资 或国内的投信部门 会利用这些相关的 远信生信商品 做套利价差的交易 OK 所以自然而然 你就从礼拜四去做观察 怎么做观察 只要把每周四 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 单日最高点跟最低点 比方说最高 昨天最高是770 最低是651 所以他是不是告诉你 叫20710 你说20710 接下来你再搭配强弱关键 强弱关键每天都会告诉你 我今天你该怎么看 他告诉你今天强弱关键 20737点 各位请看左车 首先强弱关键就是 开盘量会最大不要离他 交易量往下掉 往下掉你找出第一根最大量 往往这一根最大量 就会维持到收盘 没有比他更大 今天就9.06 9.06强弱关键在20737 来各位请看左车 强弱关键一开盘之后就出现了 OK 然后接下来它是往下跌 这个往下跌两次 一次两次 是不是在守20710 一是没够在710 他就守710 守710之后 站回737往上挺身 最终尾盘又打回来 20736 所以代表它还是照整个结构在演出 所以未来一周持续是乐观的 好我们就用老乡老师的方法 帮大家来抓出一个方向 那我们关注一下联电集团 追踪的是系统 系统站上关键价位之后 那今天的洗刷幅度还蛮大 创高之后有做拉回 不过看起来没有破坏多头的结构 那整体上我们的看法 不管是4月份一直到5月份截止 整体上最主要两个大主流 一个就落在联电集团 一个在鸿海集团 这两个绝对不会缺席的 紧接来就是绿能相关的 从重电到绿能到铜相关的运用 这个是个大主轴 所以我们先看 以联电集团为例 当然指标先看系统 系统该怎么看 这叫两段喷出 所谓的两段喷出就是 这里有个集结 这边也有一个集结 对不对 过去股价几涨之后 去年的9月份 这个大涨是不是出现一个压缩 这是一个压缩盘 往下做修正 是不是修正到 之前的集结区的上缘 它就不跌了 不跌代表什么 不跌就是要涨 不跌难道就往下跌 那就叫跌 不跌就是要涨 所以我们特别是集结 集结它直接是不是挑战 这个大集结 站上这个集结 只要在这个集结之上 这就这种叫二段喷出 那我们就看 一样是连家军 我们看连勇一模一样 这边是一个集结 这边是不是又一个集结 OK 站上集结就是个大涨 站上集结就是个大涨 OK 我们讲过 大盘的本益比目前应该落在24倍 因为到三月底 到三月底 一万八千点左右 是23.56倍 现在在两万点滞胀 所以台股合理 现在已经在24倍本益比 好 那紧接而来 我们讲过 挥打是36倍 所以你怎么去观察 合理来评估大概 未来展望 就看19倍 19倍大约会落在800 那紧接而来 我们持续有帮大家做一个列表 OK 那各位你加入LINE AD之后 最主要要看集结区 股价只要站在集结区之上 假设你有这些个股的 它股价只要在集结区之上 无论当天的股价是上涨或下跌 不重要 它都就是多头 反之落入集结区 它在告诉你 我要进入一段整理 各位可以从这个得分表里面 那我认为在未来你在操作上 有很大的帮助 好 我都可以跟老孝老师来询问 那另外看到的是 这个洪家军里面的这个标的 怎么样来做掌握呢 好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以真底为例 我们会给它16倍 本益比的一个目标观察 那在金顶的部分 则会给它16倍 一样都是16倍 那怎么16倍从哪里 股价盈余叫本益比 我们在昨天这个单元里面 有把法人 就是全球主要投资机构 针对这些重量级 主要的核心全资股 做了评估 所以评估得出的美股盈余 就把现在的股价 除以美股盈余 不就等于北益比吗 OK 那本益比最好是要低于大盘 低于大盘代表它是低估的 相对的站在证券投资的立场 你会比较有利 但是看完证券投资 我们还是要技术分析来做行数 所以举例 我们先看金顶的部分 这里有个集结 站上集结不就是一个大涨吗 大涨之后进入一个横向整理 这个横向整理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集结 我们来看 是不是再度站上集结区 就代表二段喷出 整顶 整顶是一段喷出 这里有个大集结 在这里 站上集结之后往上集长 可是短期有一个修正 没关系 没关系修正结束了 你都知道它修正结束了 不然很简单 往左边看 最高点是不是134块 最低点98块 我跟你说就是116 平均成本 一定顶在这里 就你放心 目标极度乐观 往16倍本益比作观察 而且116刚好也是 之前那个集结区的上缘 应该是具有强烈的支撑 老师重点来了 就是重点概念股 飞龙在天 那地狐的线蓝股 从价概念股 最主要我们讲到 过去市场 大家在看铜的价格 就看大陆 就是说大陆 如果它在扩张 那铜的价格就会涨 对不对 可是大家觉得说 没有啊 它在紧缩啊 为什么铜的价格约涨 代表全球的需求 是没有办法遏止的 不只是大陆 所以整体上 全球在绿能这一块 这个需求是持续做增加 所以你到 我们看 从伦敦的部分 一直看到目前为止 整个铜价上扬 铜的库存在往下挡 代表相关铜用量的 这些企业上市会公司 它潜在的获利就会增加 OK 因为它库存已经往上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集结区 各位要加入Lite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法帮大家做报告 来 各位请看 这是一个大集结 股下站上集结区 最主要就是大雅开发出 最新的直角 气泡线电线电纜 那这个部分在电动车 相关的运用 渴望有开发结果的效应 所以你看到它今天 直接说涨停 紧接着来 我们在之前跟各位分享过 有佳能跟金益顶 最后 各位请看 这个图 对啊 我的台积电线 找到哪里还没回答 这个字又很小 你看你流销你没诚意 不是我没诚意 这么多 我是为什么字写很大 举例我们看2330 来 好 这个是4月8号 是近一百最新的报告 OK 针对AI部分 所有的评估 从366 1655 这个是不是2330 对 他跟你说多少 他说现阶段 你先看860 一步一步来 我也希望说直接就看2000 但是这也太夸张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 先让他告诉你 目标先看860 来 再看右车 不是这样子 这边还有 这有伟创 这有2368金箱店 这有广达 这有台达店 对不对 2357滑硕 2301 他说88 你说88 对不对 所以不是都是往上看的 也有往下看的 所以各位你加入Lite8 我们所有的资料 还没讲完 这个是平等 对 看完平等之后 要看什么 要看它的占比 是 什么叫占比 就是说我这家公司 现在有了AI了 AI的运用 渐我这间公司的营收占比 是多少 AI的营收占比 好 看完占比要看什么 不是占比 要有贪金 贪金贪多少 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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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各位可以加入Lite8 利用这个周末假日 针对未来 你可以针对整个台北股市 自己看得更清楚 好 这个台股多头 列车没有停下来 那大家要自己做功课 那老师要是先准备一些 非常珍贵的资料 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络方式 也可以 这个扫 这个 QR Code之外 也可以输入Lite的ID 都可以找我们老师 相关的内容 那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老师的直播会放在这个Lite里面 同学们也有问题 都可以跟老师来做询问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解决你的想法跟问题 国外聊一下 护国神山的法售会之前 为什么股价一直创高 真的很乐观吗 大家在压宝吗 尤其是好多的设备股 飞天了 但低档的大同盟 今天也压不住了 谁最具有长相 我们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锁定 57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4月18号除了台积电 重头戏的法术会之外 又有一档重量级的 半导体相关概念股 会有新的展望 那就是爱斯摩尔 下周要揭晓财报了 那概念股有些暖场吗 因为4月17号的时候 爱斯摩尔财报周会公告 那他曾经说过 今年是关键年 2025年会大幅成长 那18号有网飞 那23号有特斯拉微软跟Alphabet 24号是Meta 25号是Intel跟亚马逊 那爱斯摩尔相关的概念股当中 我们看几两个股 有一些最新的营运展望 加登他们已经去日本了 跟着台积电去设厂 跑到了这个福岗 说喊今年营运会上修 樊宣今年营修P5年工顶 那05年工顶 阳基工程夺爱斯摩尔 领口新厂的工程案 那台积电开炮了吗 因为823已经过关 823炮站不是高点 今天来到了826元 那台积电警管今天是 开高之后创高 尾盘稍微压回 隔色被鼓完全不休息 我们已经追踪不到几天了 旺夕跟亚翔 今天还是工高 那红素也跟上了 这次重返千金价位 君华 君华喊 君华说今年营运会挑战 新高兼严的大涨 亚翔变长被鼓了 越官越大 但说实在话 展哥你自己讲 你每天讲亚翔 都没有人回你 对不对 你真的没有人有 都洗下车了 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既然知道 看到有些人开始落后补涨了 还有没有谁有机会 也可以来这个 跟台积电神山一起来开趴 好啦 我们先看一下K线好了 这个 这要怎么讲呢 对啊 我们是很希望大家一起开心 但是 大家可能前面很开心玩 不开心 这里都开心玩了 到这里就没有人再开心了 但是你看 我们是前天也在讲 我们从前天讲 其实昨天还有机会买 对 那昨天又讲 今天还有机会买 还有啊 那也这样 真的是 所以两个灯 对不对 来623 623的旺系 我们也是前天讲 就昨天也有机会买 掌听 就昨天再讲 今天也有机会买 又掌听 太扯 对不对 四个灯了 对 结果我想说 四个灯也不错 很开心了 来6585 6585 顶级 顶级 对 防爆魔的啦 看一下江坡图好了 好 江坡走仕图 对 对 你看 忽然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讲说 剩下部位我就是报到翻倍 对 当然是目标啦 然后那时候说卖掉完 剩下部位基本上没成本 就看他表演的 对 他就算下市我也赚了 就是这样 结果呢 我就没有看他 结果还是制作人 跟我说 那个 你的顶级 亮灯了 好 不忘啦 好啦五个灯 OKOK Happy Ending 这个两周的通告 Happy Ending 五个灯 然后OK 那当然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那个大家的问题 但是前面 下礼拜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趁周天先提醒大家 下礼拜当然是台积电最重要 所以今天你看礼拜五 结果设备族群 就 好狂好狂 开派对了 对对 所以重点 几个看点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下礼拜会讲资本支出 这个叫做 281到320亿美元是 上一次法说的数字 1月份法说的数字 对 所以这一段时间 有一些记者说 应该会达标到上原这边附近 有没有就会超标 这个要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设备族群 怎么会礼拜五这么热闹 这可能是一个看点 那当然要注意几个点 就是如果开出来的消息是不错的 但是设备股开始涨不动了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是提前反应了 OK 然后再来 3月营收也是最近新的消息 1952亿 然后如果裁测高标的话 其实3月只要到1870亿就好了 中间差多少 82亿 我们是不是说82亿是哪来的 要查查是哪里来的 对 是先进制程是 回答吗 还是谁 那这地方几个问题 来我们从它过去的状况来看 从那个去年的2Q 2Q这边5奈米 7奈米先进制程大概占53% 然后到了3Q的时候 3奈米出来了6% 然后5奈米37% 7奈米16% 加起来59% 然后再来到了4Q的时候 3奈米再变多变15% 然后再来5奈米35 7奈米17 来到了67% 所以将近7成是先进制程 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就说 是不是好消息 其实我觉得算是 先进制程的占比大幅提高 代表所谓的AI晶片 可能先进晶片 苹果晶片 这些确实在扩张 这是一个点 但是那时候我就提一个反向的问题 我说那要问一个问题 爸爸去哪里了 就是成熟制程去哪儿了 对不对 所以成熟制程到底去哪里了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呢 下礼拜法说会就注意 如果成熟制程也回复 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况 可能是更好的 更好的 不要说只有先进制程墙 对 因为先进制程墙 那当然就会集中在AI 如果成熟制程墙 那代表电子业都起来了 那这个地方 就会是更好的消息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好 几个看点 展哥先掌握啦 OK 然后今天也回顾一下 那顺便这些股票大家最近 我们热的时候大家都不热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 这时候我们出调我们还特别讲嘛 那时候赚50%出调嘛 OK 我们还特别讲 但是看起来好像又有点要动了 对 因为它这是00940的成分股啦 今天00940有回升 然后成分股就又开始动了 对 但是当然我们是这边买嘛 然后这边我们公开介绍嘛 坦白说你一路包到这里大概50% 我们卖在这边 其实差不多也是赚50%出场 但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 因为你这个几掌开始波动变很大 有些人就说老师你这样卖是不是卖错了 但坦白说 这天不卖的话两根跌停 你也很痛啊 对啊 你说老师他这个两根跌停第二根怎么不接回来 又两根掌停 有这么神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没有这么神啊 所以出完我们就休息就看他表演嘛 但是你看喔 这边是也有点什么状态 就是他震荡幅度缩小 没错 对啊 民居越来越强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VCP啊 VCP的形态 那有没有机会再突破 看起来搞不好有 因为他说要配21块 其实还5%多的资率 还算高耶 对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看 我们出完外资也跟着一直出啊 对不对 但是你看外资好像默默的稍微有点回头的样子 所以这边注意一下 有没有机会真的再压缩再突破 那当然是一个梗啊 好 这边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洋鸡工程 今天有消息嘛 说艾斯莫的林口厂 对 对不对 那天有 之前我们还聊过说为什么叫洋鸡工程 因为老板喜欢洋鸡队 对 对 还是真的咧 还是真的 所以你看今天还是突破 你看从我们介绍那一天到现在来讲 长得多少 26% 所以其实也涨不少 那时候我们讲什么 我们就是说更前面的这一段 是投信在买 对 投信被套牢嘛 所以后面这一段也是大涨 对不对 那你看涨的过程外资也持续在买 但是涨上来外资调节 但是你看卖鸭好像 有点收敛的感觉 所以你说这一组有没有结束 感觉起来好像就没有 今天又一根藏红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还是可以注意 还是可以注意 那当然那时候我们讲就是说 他也有高殖利率的题材 对 但是涨上来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殖利率的状况 好 但这两档的殖利率都还算是OK啦 对啊 OK 那亚翔当然了 现在正式 昨天是准长辈股 对 今天就正式变长辈了 它是半导体当中没有朋友的一档股票 太强了 太强了 OK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讲 当然我们是这一天介绍了 报到这里大概107个 有图有真相 107% 对不对 我这里买过两次 这边我先买 但是你看这很痛苦 对啊 你买完 买完隔天就套牢 心里很难受 对 难受香菇嘛 但是你看这边震震震震 震很久 如果我们讲完你隔天买 其实你看也是在套牢边缘 对啊 套牢的 就在你成本附近最难熬了啦 对 套牢的一个月这边解套 所以很多人怎么样 解套完可能就想卖 对 因为套牢一个月嘛 对 然后再来 我这边又再买 那这里买当然OK 买完整理两天就拉了 如果这边介绍完 后面这一段时间去买的 很多人在哪里 在这里整理四天 一定走 就落跑了 对 所以这边大家就很嗨 老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哇 雪花般的问题飞来 结果咧 到现在 整个拉开之后 就没有人再跟我们聊天了 就整个就孤独起来了 成吉寥难堪也 但是你看 一路涨上来 现在关了嘛 现在关第四天嘛 对 第四天还是在创高 那怎么办呢 其实那时候我就讲 其实前面我们有调节 但调节完之后 我是不是说这就放飞它 对 因为你调节一半而已 对 这种股票就 是 对啊 你不用全部抱着 跟它长相失守 对 但是你留一半 其实已经翻倍了 没办法 概念上是这样 心理压力也会降下来 那同一天我们也是讲盛辉嘛 你看这一天讲完 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涨了25%多 26% 那你看这一段时间 外资有没有持续在买 有 其实筹码也没有撤退 所以很多同学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觉得很高了 我都右上角了 都不敢买 就有一个问题 所以昨天我也在那个 谷民开讲也特别讲什么 我说中心店还是可以注意 我结果想不到 今天又涨停了 对 你是说中电视剧 找比较低的中心店选 对啊 对啊 结果你看又犯错了 因为我们昨天说注意中心店 结果三档都涨停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 大家喜欢看我们犯错 来我们看樊轩 这边也是啊 我们介绍这一天嘛 这一路涨多少 涨了20% 19%多 对不对 然后你说金顶 金顶这一档我们也花一点时间 这边是我们买 你看喔 买完有没有套牢 坦白讲是套牢 然后这里整理整理 爬上去 所以你看 这里上来又整理四天 这里也是大家最容易出的地方 很容易 对 但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懊恼的点 待会我们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但是你看一路上来 对不对 也50%啦 所以你说操作上面 有没有这么困难 其实选对股票就抱着啊 然后你看筹码 每天在紧张什么 外资每天在买 没有有一天啊 这里啊 看不太出来是卖 但基本上就是一路买嘛 你说到现在还在创高 但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一波上来这里靠近月线 没有破 然后这里上来 这里又靠近月线 所以上面已经获利拉开了 我给大家的策略是什么 我就说那其实我们就是沿着均线走 对不对 所以月线没破 你看昨天点到月线 坦白说啦 你说前面是320.5啦 昨天杀到这里29多啊 一张也差3万 大家很可惜 少了3万 对啊 是不是少赚3万 对 没有啊 你今天就报仇啦 今天就快上来了嘛 所以其实要报股票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一定会震荡 一定会震荡 这是一个重点 对 然后后面这个我们就讲快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想参与这种 因为魏华克那时候就狂飙了嘛 这里讲完也是狂飙 但即便你真的听完报到现在27%多 那红硕也是 今天又是千金股 对 又回到千元 然后星云 当然这两档 其实大家都是说比较是那个 那个先进封装受贿的 是 施制成的部分 对 OK 来 刚刚我们讲的所有股票是什么 1月30号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从1月31号 我们讲完隔天开盘你可以买 你买得到 OK 然后到现在的价格 来 汉塘多少 51% 阳金工程27% 亚翔111% 盛辉27% 然后樊轩20% 金鼎43% 然后其他的 你看 就是权重啊 跟叶问一样 对 但是重点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虽然你那天听完有敢去买 你买了任何一档到此时此刻都是赚钱 那另外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我们就刚好都是选到 对啊 为什么挑到最强的 这就 有时候不可言喻 这就是实力问题 但是当然这个没办法 但是问题是 你真的任何一档你去买了 你有没有赚到现在 一定有 这才是问题 因为当时都是用基本面 跟未来展望去出发 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散户同学你有去买的话 有没有办法包到现在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 OK 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讲 其实散户的问题及格 因为涨上来大家都也嗨了 当然有些人说 更开的就想要去买 所以第一个问题 你选对股 但是你又抱不住 坦白讲像亚翔这种状况 买完套了 上来上来 这里解套 你可能也很想出 对不对 这里上来 整理四天 你又很想出 对 所以买对股你抱不住 这是问题 选错股呢 就像我们讲的 顶级我们是赚了50% 我想说算了 放飞它 让它长期投资 但是你可能是亏5% 变长期投资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所以我们讲很简单 你要先赚钱 学会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你每次检视 你的绩效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做的事情 是把绿色的挑出来 你要卖哪一个 你不是把红的拿出来 说这个赚了 我先获利了解 绿的我等它 等它变红 这个想法只要 一改这个 其实你可能 基本上 赚钱的几率大概就高 先把亏损拿出来踢掉 对 没错 然后另外的问题 大家都听名牌 今天有一个同学 我们有通电话 我就说 看你选的股票就是看电视 他说对 就是看电视 而且怎么样 你就是看电视讲完 有拉回就想买 其实那时候 我们在讲旺席的时候 就是讲旺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 我不是说有价差就买 我是说这边实现指纹 买一半 然后这边跌下来 站回月线 我再买一半 所以你在拉回的时候 并不是有价差就买 因为你只要买错点 你买错点只要一解套 你第一个 想法就是解除压力 就是卖掉 所以你不会选股之外 你也不会选时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什么样回到一个好的位阶 你说真的回到月线来买 回到月线来买 说真的一下子 说不定你就跟得上 但是有同学今天又跟我讲说 他跑去买这个 他说今天去买了405 害我有点害怕 但是OK 那提醒大家 那就是扫QR call 然后加我们的Line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直播 大家都会持续帮大家追踪这些个股 因为我们是比较负责任 就是说我们公开较劲的 我们就会公开说我出了 所以大家就持续锁定 跟上后面的操作 好 那展哥陪大家两个礼拜之后 会暂时的休息两周 那大家没有关系 展哥会持续在他的这个Line 里面更新他的这个选股的逻辑 跟一些基本面的分享 同学们有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展哥来联系 有问题就可以提出 展哥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解决你的疑难杂症 关来聊一下这个 时数开花了吗 嘴美股当中的苹果大涨 要准备反攻了吗 连大力光也都不悲观 请讲林恩平讲 第四季我们产能是蛮载的 可是为什么大力光今天开高走低 真的打开K线一看 均线反压有够重的 怎么样来突破呢 请问邓老师了 关回来 第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昨天PPI公布放缓 让美国的科技股全涨 可是大家关注的是 苹果有没有机会破底翻呢 苹果有救了吗 它最快六月份 苹果的Mac导入AI功能 那新一代的M4晶片是台积电的3奈米加强版 小魔虫升加盟目标价210 那昨天是这个低档的红棒 供到了175美元 是去年5月以来最大的涨幅 那无独有偶 昨天刚好是大力光的法术会 那大家都要听老实数说什么 尽管林恩平讲 他讲其实4月5月跟3月持平 第四季产能会满载 那有会对进补第一季的EPS 是创下6季最佳 但是毛利率有一点点下滑了 可能是跟手机不同的款式 跟产能有一些的影响 老实数开进口 瓶盖股不哭了吗 但是大力光很可惜 今天早上冲出去之后 开高走低 七位礼拜五吗 还是说它上头的均线反压 有一点点沉重 那邓老师怎么样来做化解呢 好的 我想在整个各位看到 这个瓶盖 苹果的走法 那么今天各位看到这个 前骨王大力光 对 前骨王 我们来看一下大力光 今天从2315突然一冲 企图心很强要冲什么 冲季线 对 要冲季线 早上最高有冲到季线 来到2515 可是马上就会有 短线的获利回处的卖压 但这是个好事 这个叫做换手 我们知道量是代表什么 量是代表有人买 有人卖 对 我冲到2500块 有人卖 可是也有人买 角色是不同的 什么意思 有的是等解套 终于解套了 我赶快跑 那敢买的人又是谁呢 敢买的绝对不是一般的散户 他认为2500买 他觉得长线 他是会赚钱的 所以他不在乎成本 不在乎波动 他就是我就开始要买他了 我看好他第三季 第四季 包括林恩平讲的 第四季是产能满载的 最重要是什么 因为股价经过大幅度的修正 我们看一下周线好了 今天量出来了 指标也即将会背离交叉往上 你看一下周线 这个量也洗出来了 可是他是经过大幅度的这样洗刷 所以如果喜欢做高价股的 现在四星KY还在跌 你不可能去接四星KY 我宁可接大力光 对吧 好 同样的道理 像大家看到华晨涨停板 有人喊到1200了 台积电是不是有人喊到1000了 可是如果从基本面来看 你一定发现说 华晨也涨得太多了吧 这个本益比也太高了吧 如果华晨可以到946 台积电是不是应该要到946 甚至要超过它 可是这个就关系到筹码 跟技术面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报告 我们来看大力光 大力光这个底太扎实了 也就是说 以一个长期大户 敢买大力光的人 他觉得今天 纵使他买2500 大盘开高走低 他也不怕 因为他不是明天就要卖 对不对 可是今天卖2500的人 通常是什么 前几天套牢的 解套了 赶快趁利多出 但是量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好事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说 整个苹果的走法 打出短底 而且有出量 所以同学们要看是 如果苹果股价 未来开始往上走 那请问大力光会不会长 会 所以你现在买大力光的角色 是以一个波段 不是看当冲隔日冲 郁金光也是 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对 可是同样到底 这些股票我觉得 大家都不能看坏 因为 因为基本面真的转价 它的本益比是低的 我们都知道 大盘本益比已经冲到24倍了 尤其现在台北股市 冲到历史新高的时候 你一定会害怕 因为你买的强势股 你也会做很短 这叫人性 对 因为你很怕 套到最高点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敢赚大钱 可是反观 你去买低基期的股票 打底的股票 你又很怕 很怕什么 它在震荡 它在震荡 所以这个时候 要用时间换取空间 回归基本面 就好比昨天我们提到说 三富跟雄师 我一定是挑雄师 为什么 2731 因为一样100多块 两个股价 昨天是差不了多少 可是它本益比 跟获利它最低 今天答案就出来了 三富跌 雄师涨 质率率又高 对 你说低于100块的 五福 今天也是 小涨 为什么 它是营收 YY最多的 这两档 股价差不了多少 但是选本益比最低的 你这样来做 就比较轻松一点 那么同学本身扫描一下 这个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8 有其他的个股的技术分析 我们都可以跟各位分享 或者是你直接搜寻小老鼠 ED12888 很好记 透过这样光方的LINE8 进来的 你就不会被诈骗集团所利用 更详细的解说 都会在直播跟你分享 好 邓老师认为 苹果真的有机会破敌反弹 平盖股后面相关的空间 也是可以做期待的 尤其进入了下半年电子股的旺季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 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邓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会在LINE8里面 跟大家来做互动 老师的直播连接也会放在LINE8里面 给大家来做这个参考 老师我们从K线做观察 好 今天是搜周线 为什么我要从这个 所谓的台积电的周K 来跟各位做分享 各位来看 我这里有画一个箭头 也就是这一根周K的时候 是627 578到627 收最高的那一周 那个时候它的KD指标在这里 K84 D82 请问如果懂技术分析 告诉你说KD指标 已经来到了80以上 属于超买 要站在卖方 对不对 结果答案错 它从这里标上来 对不对 所以不能只看一个指标 因为指标会顿化顿化顿化 而且要顿化多久 你无法预期 结果它从627顿化到现在823 还在顿化 还在顿化 最高充到826 我硬头的时候还没过 后来826 可是收盘又收位到818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看 往下看这个指标 所以顺便 今天礼拜五顺便跟同学说 为什么有的股票 一直在往上走 甚至于很多看空的人 为什么会被嘎空 因为他就认为说 这个已经80几了 当然是占卖方 怎么可能去追呢 对不对 就空 完了 你就被嘎了 他就在这里顿化 顿化三个月 就从600冲到800 然后你看它的MACD 是在零轴之上 你要搭配个MACD 你就会看懂了 如果你在做股票 做指数 你看搭配个MACD 零轴之上 这个多头回升行情 会不断创高 零轴之下才叫做反弹 所以它是在零轴之上 然后开始 有没有 开口往上 注重你加温 所以你看就从这样 好 什么时候结束 你现在要看台积电看的是 它什么时候 重新KD值跌破80 就结束了 周线的部分 对 如果没有 就不要理它 你说真的吗 我们再看 现在最标的一档股票 叫华城 1519 1519华城 下面一样放KD指标 一样看周KD 好 很强 老师 对 来 周KD这里 指标移到这里 移到这个十字 这边 红K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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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来 右边 右边 对 这个时候KD值上来了 有没有 88 91 是不是 钝化了 对 你知道那个时候才多少 自己看 400多块 现在多少 900多 一样继续钝化 我这边放空的人就哭了 继续钝化 有没有 这个时候就不是本一笔 可以评估的 就像台积电一样 我这边KD开始钝化了 但是你再多一个MACD来 你看 下面再多放MACD 再多一个MACD 因为MACD在零轴 开始交叉往上 轄空行情启动 就是说不要只看一个 这个KD指标 不能只看一个指标 对 好 你看 MACD 上面 在这里 移到这一根来 白色的 对 是不是 就是KD 上面MACD MACD是整个都交叉 都在零轴之上 零轴之上 这就大嘎空行情 所以你说 现在当然 原大喊划成到1200 我们听听就好 你只要看一个讯号 KD指标 有没有往交叉向下 有没有跌破80 有就结束了 如果没有之前 都不要预测立场 这样不要去空 不敢买不要空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讲说台积电 有回到五日线 你就可以低接 然后20MAC 手 停力停损 以这种方式来应对 好 手加快 时间不多 联电我觉得要动了 昨天李洋不是把他降平吗 我说不要理他 不是长给你看 因为他其实 北比的低 殖利率的高 法人还是站在买方 昨天小条节 那是无所谓的 大方向不会变 大立官我们刚才提到说 为什么这里要注意了 因为这个地方 是一个大底 这个底 我们如果把它看成 这个头肩底的话 这个右肩 这个是在2000块 是一个起掌区 这里有个大长虹之后 最近收敛到这个地方 法说公布出来 各位你看 他去年赚134块 第一季赚45块 你说今年好不好 今年如果以这样 乘以4的话180 是比去年好很多 1到3月 歪歪是散爬 所以我觉得大立官 在高价格来讲 从6075跌到这个地方 你反而要波段布局 喜欢大立官 其实买着放着 我觉得一段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那郁金光也是 你会发觉 其实他也是 拉回来就是要站在买方 基本面也有 你看这个57% 年增57% 所以买跌不追涨 这个时候是很安全的 国具 各位发觉 今天国具集团都动了 大盘休息他又动 为什么 其实他就是在等 我说未来一个月 你就发觉国具 慢慢的就往上攻了 所以拉回来站买方就对了 同心链也一样 再来 低于进职的 凯美 这个 长时间往进职卖 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到 这个第二季的季底 好 我们来看五福 五福今天 这个指标你就看得很清楚 是量 周量出来了 所以我说下个礼拜 可能还有行情 一定有行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周K 如果周K 第一根周K 把这个缺口完全封闭 交叉又出量 下一周呢 当然有行情 那三副 我说本益比较高一点 就是它比较有压力 看熊丝 对 可是你看熊丝